德岛日台清善协会访问团 由副会长久基赵明带队 22号是到访吉安 乡公所就特别安排在 具有日之时代历史故事的 浩克艺术村来接待贵宾 希望让日本友人把花莲美好友善的 吉安人文风情给带回日本 持续的来推动两地产业发展与文化交流 吉安乡长游淑珍上任第一年 就与日本德岛市缔结姐妹市 这一次由德岛日台清善协会的 副会长久基赵明带队访花 吉安乡公所特别安排在 具有日之时期历史故事的浩克艺术村来接待 让日方友人倍感温馨 德岛日本清善团来到了花莲 由我们的久基赵明副会长 带领了七位的清善大使 也希望开启了疫情之后 两岸的交流观光 今天特别来到了浩克艺术村 希望把花莲的美好让他们带回去之后 能够欢迎更多的观光旅游团来到了吉安 来发掘过去日本的时机 以及友好的吉安的人文 希望我们开启未来产业永续 教育文化的推展 更带来了更多的观光行销产业的一个延伸 希望我们带来了是一个最幸福美好吉安 给他们的良好印象 这次清善团来访 乡公所特别介绍了吉野艺文馆内的展览内容 每一项展示都让日本友人有深刻的共鸣和回应 尤其是客家美食的模型 更是让日本朋友说很希望可以品尝得到 吉安县团游淑甄表示 这次得到台日青山协会一时人到访 将开启疫情缓解之后 台日文化教育产业交流及观光旅游活动的开始 邀请更多人一起到吉安厢来体验不一样的人文风采 借鲁慧前相报道